哈喽TKBON的讀者们大家好 我是编辑红师 现在时间是凌晨三点钟 苹果稍早刚刚结束今年 也就是2023年的秋季发表会 那这一次秋季发表会 老实说发表会的内容跟时长 比我预期中的稍微短了一些些 这一次发表的产品分别有 iPhone 15 Pro Max iPhone 15 Pro iPhone 15 Plus 以及iPhone 15 那另外还有两款手表 分别是Apple Watch Ultra第二代 然后还有Apple Watch Series 9 那iPad啊 AirPods啊 或是说新的MacBook啊 在这一次都没有亮相 虽然说产品跟这个发表会 都是走比较简洁有力的路线 但我们还是为大家快速整理一下 这一次的发表会内容 到底有哪一些重点 那就跟我们一起看下去啰 第一个更新 就让我们先从iPhone 15的Pro系列开始吧 这一次的Pro系列呢 在外形上面有比较大的改变 那不是说它的造型改变啦 最主要是这次外形采用了新的钛金属 而且根据发表会上面的说法呢 这次采用的是所谓的五级钛 是有应用在火星探测器上面的一种金属材料 那优点就是轻薄坚固 然后应该是会有比较好的散热表现吧 毕竟在发表会上面他们花了一大段时间展示在游戏时的性能表现有多么的好 那它的外壳呢是钛金属 然后内壳呢是采用铝合金 透过这样子两层的结合来强化它的散热以及耐用性的表现 那这个钛金属呢 它在边框做了比较圆润的处理 而且加入了一些法斯文的设计 然后应用这个钛呢 总共推出了四款颜色 分别是原色的钛 然后另外还有黑色灰色跟银白色 应该算银白色吧 反正就是总共四种版本的这个机身的颜色 那应该是在本周五预购的时候就可以在Apple Store上面看到了 所以大家如果对这台感兴趣的话呢 可以到现场摸摸看时机 那第二项更新呢 就是它这一次的这个静音按键 终于不再是静音按键了 现在改成了多工按键 你可以比方说按一下开启手电筒啊 或是按一下静音 按一下相机 然后按一下变成录音按键 总之就是你可以设从设定里面去指定这颗静音按键 可以变成什么样的功能 那第三项更新呢 就是这一次的处理器呢 换成了3奈米的处理器 那它的处理器命名呢 有玄机 这次的处理器命名为AS7 Pro 它没有再用之前的仿生处理器 就是Bionic来命名 而且它直接叫做Pro 就是不知道未来会不会有跟那个M系列处理器一样的 有Max啊有Ultra啊 或是说有非Pro的版本 但总之这一次15Pro系列呢 它应用的处理器就是A17 Pro系列 那这一次的A17 Pro系列的处理器呢 它在CPU跟GPU上面呢 都有更好的表现 效能当然会提升 然后能耗会降低 重点是这一次的A17 Pro处理器呢 它中间还加入了一个USB的控制器 那它就是可以让这次新换上的USB-C连接部 也支援3.0的传输规格 也就是可以提供10GB per second的这个传输速度 跟之前谣传的这个USB2.0来说 嗯 换上的USB3有称义许多 但是非Pro系列的话呢 就还是USB2系列 那刚刚就提到了嘛 这一次它的连接部改成了USB-C规格 这件事情对于长远来看呢 是一件好事 就是苹果的使用者终于就不用再额外 多准备一条Lightning的充电线 那未来出门呢 只要带一条USB-C 你就可以同时帮你的MacBook系列的笔电充电 或是帮你的iPad充电 那iPhone现在也是换上了USB-C的处理器规格 啊USB-C的连接部规格 下一个更新就是相机 这次的相机呢 它的主镜头采用的是跟前一代一样的 4800万画素镜头 但说是一样也不太精确啦 因为它的感光元件变大了 所以理论上呢 在低光源的进光量啊 还有成像品质上面都会来得更好 然后搭配上演算法的更新啊 现在就是新的iPhone15系列拍摄呢 它原本不是4800万画素 在前一代的时候会利用 像出四合一的技术 合并成1200万画素的照片输出吗 那在新的这一代15呢 它则是会合并变成2400万画素 比较高画素的照片输出 那苹果官方的说法呢 是这样子可以保留更多的照片细节 而且可以呈现比较好的照片色泽跟层次 那储存格式一样是HEIF这个压缩的格式 所以理论上应该不会对你的容量造成太大的负担 那这次相机呢 除了刚刚提到的4800万画素感光元件变大的主相机之外呢 这一次在iPhone15 Pro Max上面呢 它的长焦镜头也换上了新的四重棱镜系统 也就是透过折射折射反射反射这样子 然后让这个长焦镜头可以从原本的三倍望远拍摄 现在变成了可以拍摄等效效距120mm的镜头 那就是你可以创造更强的照片的压缩感 然后可以拍的更远 那画质理论上呢 也会比原本的数位变焦来的更好 但实际拍摄的表现是怎么样呢 还是要等到我们实际上手时机才知道 那除此之外呢 这一次呢因应 现在苹果已经有Vision Pro这样子的VR AR结合的产品了嘛 所以它现在可以利用超光甲镜头跟主镜头来拍这盒空间影片 也就是你可以把现在镜头拍出去的这个空间资讯的这种立体感给保留下来 那未来如果放在Vision Pro的这个头戴显示器上面看的话呢 就可以呈现更有立体感的影片 算是为Vision Pro未来的应用铺路 讲完了iPhone 15 Pro系列呢 接下来就来讲讲iPhone 15跟iPhone 15 Plus 我觉得这两款机种呢可以视为就是去年的iPhone 14 Pro跟iPhone 14 Pro Max 然后现在移植下来到iPhone 15的这个初阶款 为什么这么说呢 第一个是他们的萤幕同样是6.1寸跟6.7寸嘛 而且萤幕上方的镜头现在也换成了动态导的设计 所以是不是就跟去年的这个Pro系列长得有点像勒 然后第二个是主镜头现在也换成了跟去年一样的4800万画素相机 嗯又是一个功能的沿用呢 然后比较不一样的就是它这一次的连接布呢 跟Pro系列一样都换成了USB-C的连接布 然后颜色呢 这次推出了五个比较粉嫩的颜色有红黄绿蓝黑 对都是粉粉嫩嫩可可爱爱的颜色 跟前几年比较饱和的这个入门款的设计是比较不一样的 最后一项产品呢 其实是两项产品啊 就是手表的革新 Apple Watch Series 9跟Apple Watch Ultra第二代 我把它讲在一起 这两款手表呢 它都换上了新的S9 SIP的处理器 那处理速度会更快 然后对于使用者的操作反应呢 也会有更高的回馈速度 然后呢 这一次Watch 9呢 它加入了一个叮叮这个double tap的功能 那按照官方的说法就是比方说有来电 那你手表接到来电的时候 你只要手这样啾啾 那它就会帮你接听或是挂断来电 然后你也可以在播音乐的时候 这样子啾啾两下 它就会帮你暂停音乐或播放音乐 总之就是用这个手势控制 让你的不用用再控出另外一只手 然后来点选手表 对于说比方说一只手拿着咖啡啊 或是你一只手牵着遛狗狗的这个牵绳的时候 你就可以更方便的操作手表上面收到通知 那这个功能呢好像不是新的 因为刚刚在发表会上的时候 我们的同事有发现 以前这个功能好像是被放在辅助应用里面 那或许是苹果这次把这个新 这个功能从里面给拉出来 然后鼓励大家多使用这个应用来操作也不一定 但这个详细的变革呢 可能我们要等到拿到手表之后确定才知道 然后呢再来是这一代的手表呢 它的荧幕亮度提升了 Apple Watch Series 9 它的最高亮度可以达到2000nits 那Ultra的第二代呢 它最高亮度甚至可以达到3000nits 这个亮度是非常非常的高 所以说你在户外大太阳下呢 荧幕基本上是清晰可见这没有问题 然后续航力也有提升这一点不用多说了 那这一次Watch Series 9呢 它还多了一个精确的定位功能 就是比方说之前要用手表去找手机的时候 不是通常都用寻找功能 然后看手机发出声音之后 然后你才去找到它在哪里吗 它现在就是把AirTag的那个精确 寻找功能给放到手表里面 所以说你在寻找手机的时候 你就可以看着手表的这个导航 然后就发现手机原来在高的地方 在低的地方 它就会有一些精确的指示 然后让你可以跟着它去走 然后更快的找到手机 那以上就是这一次关于苹果秋季发表会的更新 是不是有点快呢 对我也是觉得有点快 我本来期待Cook会说出一个One more thing 然后发出一个比方说Vision Pro的新应用 或是说更多配件还是什么什么之类的 但说不定10月11月还有其他的发表会会现身也不一定 但总之这次的秋季发表会就是 我们上述讲的内容啦 那Tag本网站上面呢 现在已经有一系列的报导了 那接下来我们也会陆陆续续有更多的评测文章 或是更多的后续技术的新闻资料分享 那喜欢这支影片的话呢 记得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那之后我们也会借这些新品进来评测 那如果有看到我们想要测哪些东西的话呢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们说啰 那就这样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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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